掌聲有請節目主持 女兵 原哲 緣問誰見證 你好,邱比特 歡迎大家收看妙戀果麗多 你好,邱比特 首先特別感謝妙戀果麗多 對我們節目的獨家冠名 讓我們掌聲有請 十六位漂亮女生出場 有請 有請 新號女嘉賓尤里亞 來自俄羅斯河二號吸引氮氣 她是英文翻譯 歡迎三號 朱莉亞來自英國 和四號呂貝貝 來自百合網的推薦 不要問我 愛你對唱時間 我想會是比運軟多甜 希望你每天給我一個問候 一句我愛你 一句晚安 這就是我要的全部貪婪 我是四號呂貝貝 歡迎五號鄧名譽 來自越南和六號 吳新童來自瀋陽 歡迎七號朴娜塔莎 來自俄羅斯河 8號孫怡靜 她是空姐 愛情可以掌聲一切 愛情也可以改變一切 我是七號朴娜塔莎 風景如何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在我身邊 我是8號孫怡靜 歡迎九號達利亞 來自俄羅斯河十號李娜 她是教師 有請十一號女生 有請十一號女生 克羅蒂亞 來自吉內亞比少 和十二號李鴻妍 她是哈爾濱姑娘 你在旋邊是 你是一句 你不在旋邊是 一句是一 看到你我怕觸電 看不到你 我想我需要重電 如果沒有你 我想我會斷電 我是十二號李鴻妍 有請十三號七某哥 來自蒙古國和十四號 安娜瑪莉亞來自法國巴黎 歡迎十五號張爽 十六號張雅 她們是孪生姐妹 也是舞蹈教練 只要身邊有你 無論富貴以粉 我都是這個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 我是十五號張爽 愛一個人就是在電話波通時 忽然不知道說什麼 原來只是想聽聽 那個人的聲音 我是十六號張雅 好 再一次掌聲 歡迎我們十六位漂亮女生 所有的女生們 來聽我的口令 把你們的燈光亮起來 好 也提醒大家 如果今天能牽手成功的話 將會獲得 世紀家園交友網 提供的港澳四天三百雙人游 那在這兒呢 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情感作家曾子豪先生 歡迎鄭老師 好了 我們今天的第一位男生怎麼樣呢 掌聲有請 有請 各位女嘉賓大家好 我是范伯俊 我來自哈爾濱 今年二十六歲 是一家私企的業務員 我的愛情宣言是 我會努力進行我的愛情 讓你做一個幸福的女人 謝謝 謝謝 范伯俊 范伯俊 高富帥 這不是典型的高富帥 來來來來 真是高富帥 大高個兒 長得還帥 很帥一點 富呢 他的自力收手 就更高 好 給大家介紹一下 財旅裝飾公司的業務員 好 笑什麼笑 這叫業務員就不富 這叫富啊 這只是他的最小的一個身份 對 同時 是 財旅工廠的副廠長 富不富 介紹我們副廠長 絕對富 你開玩笑 那像你這樣的小伙子 在廠裡邊找個女工不就行了嗎 我們廠的女工大多都是三四十歲的 太大了 對 我聽說你以前有過一段 也算是刻骨明星的戀情是嗎 是的 好多年的交往是吧 為什麼分手了 可能因為我當時比較年輕 不太會經營愛情 然後導致被別人鑽了空子 然後抓到妳的背叛 然後被別人鑽了空子 也就是說有第三者 插足 是的 瞧瞧表情怪可憐的 對 大家就退出了真的 對 先選擇一位心動女孩 好了 選擇完心動女孩之後 我們看一下這位男生的生活資料片 然後大家一起交流 請看 大家好 我是范伯俊 我是一家建材公司的業務員 我每天的工作 就是在公司裡面 不斷地接待客戶 我會接觸形形色色的人 這也讓我的工作變得充實 及具於挑戰性 因為我覺得 每次和不同的客戶交流 都是一次認識朋友的過程 我會把客戶當作 找到自己的朋友來看待 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來滿足朋友的需求 工作之餘 我就在家看看電視 上上網 還有就是和朋友 一起出來去聚會 聊聊天 因為這樣才可以 排解自己的寂寞 但是我真正喜歡的是 可以陪著心愛的人 無論做什麼都很開心 我覺得相濡以默的愛情 才是最幸福的愛情 兩個人相互扶持 相互鼓勵 不離不棄 如果你也在尋找這種愛情的話 我希望我們能攜手創造 好 來 看完這個VSA之後 大家有什麼內容想交流的 來 你好 你喜不喜歡玩一個女孩 玩一個女孩 不排斥 不排斥 什麼叫不排斥啊 你是說喜歡 但是我還是非常喜歡中國姑娘 完了 他玩一個 玩一個怎麼辦 就是我喜歡你啦 我怎麼辦 他喜歡你 你怎麼辦 你不喜歡我嗎 不是 我漂亮 這外國女孩怎麼樣 你才能喜歡他呢 不是 怎麼追問你兩句 你就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有人追這好事兒 你快想想 我 你什麼 你說呀 你比較漂亮 但是 但是 想說但是嗎 但是嗎 但是呢 兩個人還要更多的接觸 然後才能了解 你想中國女朋友 其實也不是 但是還是比較喜歡中國姑娘 好 我明白了 謝謝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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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要問的 不接受外國女孩是為什麼 是因為傳統或者文化差別 對 我 我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中國男孩 但是你 但是我非常喜歡外國的姑娘 因為我喜歡看 她喜歡看外國姑娘 來 五號第一位 那你怎麼看越南女孩 因為我覺得 越南和中國 那兩國家的傳統文化差別 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差別 你覺得怎麼樣 挺不錯的 但是 就是 總有但是 總有但是 但是還是想找中國國籍的 是吧 不是 反正是比較保守 她太保守了 但是我確實喜歡看外國的美女 我覺得特耀眼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洋妞 自己把握不住啊 必須把握不住 為什麼她 習慣看外國女生 外國女生有什麼要看的 我覺得外國女孩都特別美 然後腿呢都特別的漂亮 哎呦 這你太說對了 來來來 請要過來過來 到中間來 讓你看看外國女生的漂亮的腿 你看看又直又長 她今天穿的裙子有點長 往上要穿超短裙 哎呦 那絕對 側面那個腿型特漂亮 絕對漂亮 絕對漂亮 好啊 好了 十二號有沒有要問呢 女嘉賓你好 我問一下你的異性朋友多嗎 異性 沒有異性朋友 一個都沒有嗎 一個都沒有 她這種男孩啊 在現在有個流行詞叫 經濟適用男 網上的經濟適用男有一個定義 其中有一條就是 無異性好友 嗯 那比如你在大街上遇見一個 就是我吧 然後我在大街上 我看 我看你挺順眼的 特想跟你交朋友 我說帥哥咱俩交個朋友吧 你怎麼說 我可能 我直接無視你 就走了 你好歹你得回應一句吧 為什麼 對為什麼無視她就走 因為我覺得蠻不好譜的 男嘉賓你好 你剛才說的是 你比較喜歡中國的女孩 但是看的話 你所有的女孩都喜歡 那你怎麼會 會讓你的女朋友 有這個安全感 打個比方 那比如說 咱倆正面走呢 我看你也不能說 我喜歡你吧 你不喜歡的 你看那個嗎 有些美吧 是可以欣賞的 然後有一些呢 就得內在的東西去 她改的這個詞很好 不是喜歡 欣賞 因為外國女孩漂亮嗎 嗯 但她怕把握不住 六號有什麼要問的 中國女孩哪兒不漂亮了 完了 而且我覺得我腿也挺長 咱們也出來 好好好 你讓她看看 真的 都跳不出毛病了 漂亮 好 請回去吧 剛才鏡頭可能沒開起來 她眼睛都看直了 好了 我們的女生們 願意跟她交流的 保持燈亮 到此為止的滅燈 請選擇 首先外國的全滅了 外國的全滅了 我的天 好 4號為什麼亮燈 我想借機還她一嘴 她傷我太深了 我想繼續了解她一嘴 她剛才傷你的那個 她說她可以無視我呀 大街上 就是說咱倆不認識她的情況下 你主動來跟我大善的時候 我不會去理你的 我倒覺得她說這番話 你應該高興 為什麼呢 就這種男人將來 不會在馬路上 被別的女人勾走 對呀 多把握啊 那她喜歡開外國人的腿 能不能換一個詞 那叫欣賞 來 進入我們男生女生 相對論 老婆 你說你多久沒叫我小明了 戀愛那時候你經常叫啊 她說呢 你多久都沒有牽過我的手了呀 這跟左手牽右手的一點感覺 都沒有 你說你那時候多漂亮啊 生兩個大便子 水汪汪的大眼睛 真好看 怎麼聽你這話 我現在不好看了是嗎 沒有沒有 你現在更好看了 老公 你還記不記得 你當時向我求婚時說的話 來來來 再說一遍 快點 你好 你嫁給我吧 我會對你好的 你這是什麼呀 怎麼結了婚了什麼都變了呢 你當時誠懇放哪兒去了 你快點我要以前那樣 你重新再說一遍 那是都過去的事情了 你 你你不愛我了 回憶過去 會讓感情升溫 還是出現裂痕 首先我想說如果當時我們兩個的感情比 跟以前一樣好 那麼回憶過去肯定是讓我們兩個人感情 就是持續的升溫 然後會很溫馨很浪漫 但是如果我們兩個人的當時的感情 就是沒有以前那麼好了 回憶過去我會覺得好委屈啊 為什麼我現在就是你對我這樣 沒有以前對我好了 就肯定會出現裂痕的 你覺得在談戀愛過程當中 一變新的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覺得是男生 錯 我個人覺得是女生 誰不是 因為你是男的 所以你覺得是女生 因為你是女的 所以你認為是男的 男生一變新還是女生一變新 男的 你真善良 好了 4號 願意探討這問題嗎 是升溫還是降溫 降溫 因為我之前的男朋友就是這樣的 然後 剛開始他對我挺好的 後來呢 後來 你現在還想他嗎 你想吧 你為什麼一說起他你就哭啊 然後後來 之後我發現他有另外一個女朋友 就是我們一塊在大街上 他看別的女孩 然後給他留下電話號碼 你這男朋友太花心了 然後他跟我說我一句話 他說我們兩個又沒有結婚 憑什麼我不能有兩個男女朋友 我覺得這話很無恥 我覺得你好幸運啊 兩個男朋友 終於離開了這個男人的魔掌 你快安慰一下人家呂伯伯 你覺得這男人怎麼樣 跟呂伯伯說 對 聽完這故事你覺得這男人 這種男人 就應該盡早地放手 因為好男人非常多 但是他之前對我特別好 也特別老實 可能 可能是也是你的當時的男朋友 可能不是特別成熟 好男人吧 錯誤就犯一次 犯第二次的時候 就是這一個男人 不靠譜 就不要再相信他了 犯一次可以 犯一次可以 那你還可以找那個男生一塊 讓他再看看犯不犯第二次 但是 還是別了 還是別找這個男孩了 這麼勸人 你覺得靠譜嗎 他不會勸人 但是你 就是在這些語言表達問題當中 發現的是他那一顆誠心 你有沒這感覺 所以這個男人 很快你就能夠 讀懂他的心 所以我現在說的 特別真心話 離開他身邊的那個女孩 這一輩子 喪失了一顆赤誠的心 離開你的那個男人 他也是喪失了一個最好的姑娘 要不然你們倆挺合適的 對 我覺得你們倆挺合適的 你這樣吧 安慰他一下 來 給我一個領帶 你安慰他一下 來 來 來 這是幹嘛 一朵花 來 送給他吧 一朵粉色的玫瑰 好漂亮耶 好漂亮耶 真的很好看 對 一層一層的 對 你好有手段 把領帶打成一束玫瑰花 對 好 安慰一下我們四號的 又小心臉 我覺得這個貝貝長得挺像 她下一任女友的 等一下說 就回憶過去 我能發表下我的意見嗎 可以 你發表 嗯 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是愛情是非常幸福的 但是我會做得更好 一開始就會對你好 無論是你再漂亮也好 當我追到你的時候 我會對你更好 對你更好是因為 只有對你好以後 你才不會被別人搶走 如果在結婚以後呢 我會對你更更好 因為結婚以後 可能沒有追求你的人了 所以我會對你更好 來彌補你當時的這個傷心 或者是失落吧 我想問一下就是 比如你們兩個 處對象的話 喜歡什麼類型的 只要是我喜歡的 無論是什麼類型的小姑娘 我都OK 無論是你破辣 你破辣的話我也會做飯 我也會這個洗衣服擦地的 因為平常我自己生活 然後這些事都我自己做 然後如果說你是嫌其良母的話呢 我就在外面賺錢 反正就是我也是綜合能力 比較強的一個人吧 那你願意為女孩去她的城市嗎 我覺得男人如果有能力的話 我就可以放棄我身邊的一切 我就要找我身心愛的女孩 來 這句話說的 這句話是目前為止 說的最好的一句話 最堅定的一句話 好了 我們的女孩們 如果覺得到此為止就滅燈 考慮五秒鐘 倒計時開始 哇 呂貝貝看上你了 剛才我們的眼光也很準哦 OK 那現在你要做一個選擇 第一種選擇 告訴呂貝貝 你要和她牽手 第二種選擇 放棄 願意和我牽手嗎 我願意 好 連接我們的愛之強 愛之強 真情告白從男生開始 我可能不太善於表達自己 但是我卻有一顆 可以為女孩做一切的心 我可能不會用語言去表達自己 但是我會用行動去證明自己 我會讓咱們的過去變得非常好 比如說半年去國外旅遊 都可以做到 然後讓咱們的回憶 然後充滿更多更好的一些 到老了以後回憶起來也會非常幸福 非常開心 然後也我也一直相信 就是我的愛可以忠真不語 永遠不會變形 請你相信我 我一上來 然後我感覺就是 我跟我旁邊的人說 我就感覺我在哪裡見過你 其實沒有見過 就是 就是那種感覺特別熟悉 然後 我想跟你說的是 如果全世界都背叛了你 我會站在你身後背叛全世界 這句話說得太棒 你知道嗎 呂伯伯 她選擇的心動女生也是你 我能感覺到 能感覺到 兩時候今天有變了 伯伯這會兒太堅定了 好了 我們的男生現在在幹嘛 手裡邊 再送一朵花 再送一朵花給他 你剛才送了一朵了 一朵花根本就表達不了我現在的心情 我要用9999朵 來表達我的心情 讓我們掌聲響起 見證他們牽手一刻 呂伯伯終於被人牽手走了 這麼老實的孩子 該放過人家 別欺負他 別沒事老實 我會揍他的 你拧他也不行 踹他也不行 依你這脾氣 沒有 我還滿喜歡的 你這樣這叫什麼 你叫欠揍你 好吧 四豪代表我們大家祝福一下 我跟小范說一下 我跟小范說一下 貝貝呢在我們這兒是 人氣特別高的女嘉賓 都想把他牽走 就是帶不走啊 就是帶不走他 所以呢你今天把他牽走非常幸運 估計會引起電視機旁 無數男孩子的羨慕嫉妒恨 別看貝貝外型很小 他其實身上有大女人的一面 所以呢希望你展現出你性格的多側面 來呵護他 愛護他 保護他 好了掌聲再次響起 讓我們祝福他們擁有幸福的明天 謝謝 加油加油 加油 OK 讓我們有請新四號做一下自我介紹 來 大家晚上好 我叫鄭楠 希望能夠找到秤心無意的 我覺得今天四號這個位置 有緣分 很幸運的一個位置 沒錯 我們在這裡要謝謝 世紀家園交友網和百合混練交友網 對我們的大力支持 也謝謝 好了讓我們有請下一位男生出場 有請 這位女生大家好 我叫張盛銘 是做個體生意的 我的愛情宣言是 你冷 我會將你擁入懷中 你痛 我會替你擦去淚痕 你愛我 我會用一聲去珍惜你 謝謝 你好 編哥 張盛銘 小夥的夠帥 別動 轉過來 轉過來 你看 別動 眼鏡卡在後邊了 好棒 這也是現在很流行的一種帥氣的方法 很潮 很潮 小夥子很棒 現在是個體經營的一位老闆 老闆 是建材店的老闆 風裡雨裡的人肯定很辛苦 能簡單地告訴我 一年能夠賺到幾倍數 保密 如果帶著身價或者是帶著自己的資產 過來出女朋友 我很容易看不清她 說得太對 說得太對 保密 有車嗎現在 車沒有 有房嗎 房子有 房子有 車怎麼沒有啊 低調嗎 現在 車款式太多 沒選中去買什麼車呢 現在 都低調了 不提這些身敗之物了 對 小夥子很棒 原先曾經在酒吧駐唱 這麼說你唱歌唱得不錯啊 跟港台的明星比起來差點吧 只能這麼 差點 那這樣好不好 你今天就認真一點 比較完整地唱一首歌 送給我們十六位女生行不行 好的 張學友的 心碎了無痕 對 誰把誰上 這首歌 好氣善 來 來 閉上你的眼 我的愛人 溫住一門 你的心一邊 像落葉飛越 我寧願 下的眼看不見 就你千千萬萬不要走 空洋西 家裡 欺騙我都無妨 我會小小心心的等待 從事舍 從眠 從眠 面變成真偶 想來那很疑難 我的心碎了無痕 吻著你心就不會疼 永不願 永不偏 永不永遠也不問 想更生 請更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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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范兒啊 一看就是江湖經驗最豐富的那種 林哥你也是一樣 你倆真絕對八十年代那范兒 很帥氣的小夥子 我給大家說一下 他原先啊曾經有過一段感情經歷 為什麼要給大家這麼說 因為他很尊重這一段感情經歷 這個女生呢曾經是一位研究生 其實他們倆感情一直都不錯 但是女生的父母 希望女生找一個有穩定工作的男人 就硬是拆散了他們 是一個感情受過傷害的男人 對吧 對 分手的時候你給他唱沒唱吻別 沒有機會啊 沒機會 就沒有分手一試 沒有機會 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連分手 吃頓飯都沒有 哎呦 突然之間 了無隱信了 就心碎了 所以現在走到這個台上 了無狠了 我的天 真的沒狠了嗎 好了 各位女生 我們先看她 選擇的心動女孩是誰 好 選擇完心動女生之後 我們看一下她的生活資料片 大家好好瞭解一下她 請看 嗨 大家好我是張盛銘 這是我跟我們節目的 母親一起經營的建台店 已經經營了十幾年了 平時母親的店裡看店 而我呢 在外面淘寶訂單收收款 別看我整天忙忙碌碌的 但是我不是一個工作房 我還有你知道的另一面呢 小時候父母的生意特別忙 經常有自己一個人在做 所以十三十幾年 我就開始自己做家務 洗衣服 做飯 打掃房間 都是我夭夭拿手的 你瞧 就連店裡都被我收拾得乾乾淨 人說三是而立 我的事業現在基本穩定 就想找個合適我的女孩 一起分享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我喜歡幸福開朗和愛的女孩 但不要太黏人 我是準備要幸福出發的張盛銘 你準備好了嗎 OK 看完這個短片之後 大家可以彼此之間 互相交流一下了 接下來 8號 男嘉賓您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 你跟你那女友分手 是被人拆散的 就是說明你們兩個還有感情 那你就是在家就是無意之中 會不會總是想起的 或者是你找女友 會按你的前女友標準找 就是說兩年之前 剛分手著一年半之前吧 應該是有這種感覺 我用自己 自己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 把自己的心態全調整過來了 所以說把所有的精力 全放在我的工作上 別的東西我沒想去想 那你會按照她原來的標準 找現在的女友嗎 學歷會有這種要求 她是什麼學歷 研究室 外型 外型呢 外型不用很美漂亮可愛就行 你說錯了 我跟你應該這麼說 我現在找的這女友 一定會比她漂亮 沒她漂亮 我絕不找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我現在找的女友 一定要比她漂亮 而且雙倍比她可愛 說得好 所以我告訴你 今天誰跟她牽手 證明一件事情 你比她前女友漂亮雙倍 可愛四倍 為了這個咱們也爭一下啊 幸福百倍 開玩笑 8號剛才問的 這問題挺尖銳的 對她印象深刻了吧 深刻 而且我回答得更尖銳 漂亮吧 好看 如果要用一首歌 來形容 你看她的這種心情 你的美麗讓我無法抗拒 好 這個詞特別精準表達她心意 你嘴太甜了 好 誰願意問她問題 2號 男嘉賓您好 您有在酒吧駐唱的經歷 這種經歷其實我也擁有 謝謝 你也唱過 也不會英文翻譯嗎 但是因為很愛唱歌 然後有一些機會 我們也可以去唱一下 一會兒我去我想給你摸摸手 因為咱們呢 一樣心理想法 愛好這個 喜歡這個東西 對 就直接來 一個會有 會唱什麼歌 原來是唱什麼歌 是唱什麼歌 為什麼 就是唱什麼歌 不是唱什麼歌 比較好歌 還有其他人 怎麼會唱什麼歌 是不是唱什麼歌 我愿意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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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送進天氣 但時光也沒有 大聲在你 失去時間 我愿意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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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封駐天氣 只要你真心 那愛與我和你 什麼都願意 什麼都願意為你 你幹嘛你要逼婚呢你 你是逼婚的你 我把他帶上來了 上演是你 你是要逼婚你 你走一步人退一步 我感覺好像男嘉賓在這兒開歌唱 把神秘嘉賓請出來了 對 你是不是準備下邊就不用再做了 你拉著他的手就準備走了 對啊 你看別的女生怎麼想 因為什麼呢 現在喜歡音樂喜歡歌曲這個人 就像喜歡藝術 這人感覺自然而然就來了 因為呢 就是說喜歡唱歌 或者是站在這個舞台上面 大家有一種感覺就是 走到台下 把你請回來一起 我的夢想 真的 那時 真想站在這華麗的舞台上面 我求求你了 不是當觀眾的時候 你現在像巨星在舞台上 給大家唱完歌之後 聊聊天的那種感覺 對 我知道這位男嘉賓 他非常喜歡張學友 那麼我們可以 再合作一個張學友 你最珍貴 我現在 這首演唱歌 賣發 你能不能把這些時間 留給點別人 再下起唱 我們可以讓十三號選手 來跟他合作 你最珍貴 好了 二號你休息一下 十三號你真的能唱歌嗎 你最珍貴 就是永遠唱比較難 永遠不能我送給他一個蒙玉歌 蒙玉歌 好啊 可以嗎 謝謝 他送你的蒙玉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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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好听耶 因为蒙古人很会唱歌 我很喜欢会唱歌的男人 然后他唱得非常好 让我非常感动 OK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吗 我现在还没有 OK 哪一位女生还愿意跟他交流 你想没想过去别的国家上国 想过 比如说非洲国家 我感觉去旅游可以 但生活如果我去了的话 爱上这个地方的话 我会留在下 你打算有这个孩子 我虽然三十岁吧 但是比较传统一夫一妻子吧 一个孩子 一对夫妻一个孩 什么一夫一妻子 一夫一妻子 来 十一号 你们国家是几夫几妻子 一个老公会有两个三个老婆 所以你想找中国老公是吧 一夫一妻 好 十一号 我现在还特别想问你 你想要几个孩子 四个 好 愿意跟他交流的亮灯 到此为止的灭灯 请选择 好 八号为了灭灯 我没想到他会拿他前女友的学历 来跟县女友的比 而且我确实也没有他的前女友的学历高 这是说实话 好了 那还有几盏灯亮着 就进入我们第二个环节 男生女生相对论 我公司下个礼拜让我出差 可能一周左右 这么长时间啊 我知道 你舍不得我那么长时间 但是工作嘛 没办法 那就去呗 我也没说什么呀 对了 我同学给我打电话说 同学之间好久没聚了 要聚一聚 但是这次是男的聚会 女人不能参加 去吧 去吧 这方面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控制过你啊 老婆 我想咱家添一个新书会 哪天你陪我去选选呗 家里的事情呢 一直是你来操控 你的审美啊 我放心 行 哎 老婆 咱俩找个时间逛逛街呗 我想买几件新衣服 逛街时间很简单的事儿啊 你也没必要提前和我说呀 对不对 咱们说走就走 嗯 哎 那这周咱们去看看咱们爸妈行不行啊 老公 我知道你爱我尊重我 但是不用什么事儿都和我商量 OK 但是我觉得两口子有些事情互相告诉一声 我这样有错吗 夫妻生活当中 哪些事情 在处理之前 应提前跟对方打招呼 有些事情在处理之前要跟对方报备一下 嗯 你们觉得哪些事情需要 假如说我不喜欢我男朋友抽烟 但是我男朋友就是当着我面抽烟 我就会特别反感 但是他要是说 啊 媳妇我能抽一根烟吗 这样我就会啊 那你抽吧 就这样 有道理 好 现在听听你的 你觉得做一些事情 应该提前跟你的另外一半 报备一下吗 应该 啊 你比如什么事情 嗯 晚上有饭局啦 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出去 吃吃饭喝喝酒 这很正常的东西 如果说他有时间的话 你跟我一起去吗 如果说不行 你也不许去的话 这个可以 我说我不去 我很自然我不去 我在家陪你 而且开开心心的 你想吃什么 我陪你去 等到如果有一天 你有事情的话呢 跟我说 我晚上干什么 我不行 你在家待着 一样 让你知道那个时候的 我心里是什么样 你现在就是一样 跟我一样纠结 他觉得所有的事都可以报备 但是报备只是个形式 他想得的结果是你必须同意 否则的话 他就有机会要报复你了 这种心态好像过家家一样 这样两个人在一起 不用吵架 六号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我不同意 我觉得男嘉宾有点幼稚 八号呢 我也不同意 还报复我 报复什么 你心里怎么那么强 你太阴暗可怕了 这个报复是兵哥说的 不要按到我身上去 我看你现在在包复我 我没有 我没有 好 谁想谈论一下 那没有了 我们这样 男生就摆在你面前 挺活泼挺实在 愿意跟他交往的 我们亮灯 到此为止的灭灯 无名倒计时 开始 四号你是想灭灯 还是想亮灯 我刚才犹豫了一下 因为他那个说话很幽默 然后唱歌也很好听 要是跟他在一起 应该会很开心 但是就是他跟二号 还有有互动嘛 我觉得应该不喜欢我 我就灭了 喜不喜欢你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我比较被动那种 好的 那现在我们场上看 只有一盏灯亮 六号 六号女生 你在为她留灯 为什么 觉得还可以 觉得还可以 心动女孩 八号 你现在有一个权利 可以让你的心动女孩 再次亮灯 参与最后一次的选择 谢谢 不用了 你别心那么狠 我之所以选择八号 因为咱们的节目 每期我都在看 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来 我走到这个舞台上 选择八号 我感觉八号 每个问男嘉宾的问题 都很尖利 所以选择你 就想让你当面 直接问问我的问题 看我怎么去回答 怎么去面对 但现在他没选择你之后呢 你就没兴趣了 我选择他只是说 想进一步跟他沟通一下 你是来挑衅他的时候 对啊 那倒不是 你既然放弃了 让八号重新亮灯的权利 你就有两种选择 跟六号说 六号我想和你牵手 你愿意吗 六号按照我们的规则 他一定给你牵手 还有一种选择 我放弃 来站到舞台的中间 告诉我们 你最终的决定是什么 六号我现在只想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你等一下不要误会 这个对不起呢 是第一次我错误的选择 向你承认错误 对不起 是这样 如果你原谅我的话 请你出来跟我牵手 如果不原谅我的话 你可以灭灯 我可以灭吗 可以 因为我觉得你有点善变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傻 你是不是傻 你要不让他选择的话 必须跟你走 你干嘛问他 你问他干嘛呀 我们都说了规则在这了 他必须跟你走吧 有些时候不能给女人这种空间 这属于弄巧成拙 这真不贵 六号 什么话都别说了 你今天自己出去 自己回家送你两个字 活该了 怎么说你呢 又气又恨呢 掌声欢送一下盛铭 希望他有机会要来 你唱着走吧 你这么享受舞台 你唱着走吧 盛铭 我朋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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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吧 迎接下一位男生出场 有请 有请 大家好 我叫何超 嗨 何超 我今年25岁 是来自哈尔滨 是一名网络销售兼电子渠道 然后我的爱情血缘是 如果我们不在一起 就是伤天害理 如果我们白头偕老 就是替天行道 蛋挞自己做的 是的 买的还自己做的呀 做的啦 亲自做的蛋挞送给大家 好不好 一人一个 好 我们的女生呢 在拿人家蛋挞的时候 好好观察一下 这位男生啊 挺秀气的 有点韩版一人的罐 对 而且蛮有气质的啊 十号好吃吗 很好吃啦 甜的呢 你看有些人都不好意思 转个头去了 很好很好很好 就是话蛋挞特别好吃 很好吃 十三号好吃吗 我很喜欢吃这个 是吗 人好吗 不错 OK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小伙子 他名字叫 何超 曾在新西兰留学 但是呢 因家里边有事 未完成学业就回国了 所以呢 他今后 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之后 他还会回到新西兰 来完成他的学业 哦 在网络上是一个文学创作者 他的网名叫 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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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是个青年作家啊 算是了 会写小说的人 都是心里边很有情调的人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男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了 来选择一位心动女孩 好 好 选择完新动女生之后 我们看一下他的资料片 大家好好的交流一下 请看 大家好 我叫何超 我是一个开朗搞怪幽默的大男孩 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把他们逗得开怀大笑 闲下时我喜欢写写文章 观文论坛 在网上发表的帖子 很受大家的欢迎 有很多人回帖和评论 我也因此和许多论坛里的网友 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我的另一个爱好呢 就是做各种各样的西式甜点 比如轻乳捞蛋糕 蛋挞之类的 那这一盘呢 就是我亲手做出来带过来的 看起来还不错 各位美女们想不想尝一下 我是一个很爱笑的人 这样不但自己开心 还能把这种快乐的心情 传递给周围的人 所以我特别喜欢爱笑的女孩 我觉得一个爱笑的女孩 她的内心呢 会像天使一样可爱 真正的幸福 不是活成别人那样 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预愿去生活 我觉得我是个非常幸福的人 因为我每天可以做很多 自己喜欢的事 如果在今天能够邂逅 爱笑可爱的你 那我一定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她对女生的要求就两点 一个爱笑 一个可爱 就可以了 对不对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 大家有什么想交流的 以前糖果也爱吗 糖果 糖果几次 两次 太少了 对了 人十四号 希望她的男朋友谈恋爱四次以上 她觉得不懂得谈恋爱的男生 根本跟她就没有交流 好 嘉宾 你觉得我笑得好看吗 相当漂亮 那你喜欢我吗 喜欢 你这逼人家说的 七号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很爱笑 那你感觉我怎么样 非常的婉约 但是又很大方 哎呀 这个很难得啊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有选择 你喜欢爱你的还是你爱的 感情是双方的 既要我爱的又要爱我的 谢谢 好 三号 如果你有外国女朋友 你的父母偷你妈 如果不偷你呢 你怎么办 我也在努力为我妈找一位 外国男朋友了 所以都还好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她可能开玩笑呢 哦 假的 她可能开玩笑 为的是这么沟通 都舒畅一点 比如说如果我要 比如说我当做你的女朋友 然后呢 我需要活 那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会啊 因为我也想去英国的 那英语怎么样 你跟他用英语交流 好吗 嗨 嗨 你怎么回事 我很好 什么是你最喜欢的 游戏 玩手机游戏 真的吗 比较 比较 对 其实我喜欢手机游戏 你知道吗 我喜欢你的动作 对吗 好 谢谢你 谢谢 尤柯 还行 什么意思 我不告诉你 哈哈 好了 愿意跟我们这位何超 继续的就亮灯 到此为止的就灭灯 来 请选择 我 还有不少 还有不少 那我们就好好交流一下 好吧 来 进入我们男生女生相对论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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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看看 我知道裙子好不好看 嗯 好看 可是啊 你都好久没有送我礼物了呀 我前天刚送了你一副新的胶皮手套嘛 那也算是礼物呀 你就是居心叵测 想让我多干点家务活 你看这居家过日子 你不觉得你老公现在像最流行的经济适用男吗 你看看人小丽他老公 三天一树玫瑰花 一个星期一条裙子 一个月一次大餐 哎呦 人家的感情可好着呢 听说呀 过段时间又要去度蜜月了 你跟他比什么 我跟你说啊 他暗地里不一定怎么通呢 他老公给他做过饭吗 他老公给他收拾过屋子吗 没有吧 真没听说 但是啊 他总跟我抱怨呢 所以嘛 老婆 你说你老公多贴心 怕你做家务伤了什么 特意去给你挑了个 特别漂亮的胶皮手套 我呀 就是太好骗了 才让你这么不放在心上 我还送你个特别大的礼物 你都没发现 啊 是吗 在哪呢 老公 快拿出来呀 我呀 我这么大的礼物都送给你了 我一辈子都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不求别的 你这样还不满足吗 老公 好 看完这个小品之后 我们的题目出来了 你觉得礼物是感情的保鲜剂吗 8号 我觉得不能说是保鲜剂 应该说是调味剂 就是当大家就是处于平淡了的时候 然后送一件 觉得有一个小惊奇小浪漫 觉得很好 礼物是调味剂 来 16号 我觉得不是保鲜剂 是催化剂 就是说在男女之间 他们两个产生化学反应的过程中 这个催化剂没有也可以反应 只不过是很慢 有了这个催化剂 可能反应更距离更快一些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让爱情加速 对 好 1号怎么看 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事 但是没有什么不好的 小浪漫穿过程 让我高兴的见 明白 就以小情趣 对不对 好 3号 你怎么看 我喜欢礼物 你喜欢礼物 没有 你希望男朋友每天都给你送吗 不是每天 一个信息 一个礼物就好了 好 小伙子 你作为一个作家 你怎么阐述这个事 我觉得真正喜欢一个人 首先肯定是要放在心底的 那如果有外在一种表达的话 礼物是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这样呢 不管我们的婚姻路走了多久 我们的爱情持续了多久 我都可以通过一种礼物的方式 告诉你 虽然时间过了 但是我们的感情却没有淡 我听说今天你有朋友来是吗 对的 就坐在那里 哪 三位 你们跟大家推荐一下 你们好朋友的 十六十九点 十六位女生也在你们的面前 嗯 我的哥们呢 在工作方面非常认真负责 而且在生活方面 他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男人 咱们都可以看到 而且是一个 中西河壁的好男人 帅哥 大家给我留意他 别轻易灭的 好 好 好 哎 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没有啊 你觉得哪一个女生是你喜欢的 说实话 大方的 三号 你喜欢三号 好 想想讲 好 好的 愿意跟他继续的亮灯 到此为止的灭灯 五秒钟考虑时间 倒计时开始 好 祝莉娅三号为他留灯了 OK 还是要看何超 她的选择是谁 万一又不是三号女生的话 我估计三号女生都嗆选了 她选择的心动女生是 三号女生 真是啊 OK 哎呀 三号女生啊 我别哭 你不哭 我不哭 哎 高兴 哎 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喜欢你 其实你笑容很灿烂 感觉很可爱 正符合他的标准 你现在站在这 说一句话 三号女生我想和你牵手 你愿意吗 你可以用英文说 OK 来 开始 三号女生 我认识我托你 远你 你太着急了吧 完了 我估计结婚之后 你太容易做主了 连接我们的爱之乔 真情告白从男生开始 其实在后台的时候 我就有看到你 然后你对每一个路过的人 每一个你见到的人 都抱以微笑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 啊 是我的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告诉他 我会 先送你个小礼物吧 既然你喜欢礼物 好 女生有什么话对他说 我觉得你很可爱 你很幽默的人 因为我特别喜欢幽默的人 那然后呢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不会做饭 你可不可以教我吗 十分乐意 那好吧 掌声响起 见证他们牵手时刻 走到中间牵手 别走 别走 完事就忘了我们了 对啊 你们属于过河拆桥啊 找到了多大劲啊 我们着急 你们着急 如果要着急 我觉得外国的礼节 好像不光是握手吧 对啊 那太早了 但拥抱一下 肯定是没问题的 三号你能主动一点吗 哎呀 会是女生主动的 哎 三号女生 讲一下 将来有一天 她要回到新西兰 去完成她的学业 你们如果还在一起的话 你愿意陪她去吗 愿意 哎呀 太棒 好 子豪祝福一下 何超啊 你终于养我国威了 在这牵手了一个 这么漂亮的英国女孩 希望你们 早日生出一个混血来 谢谢 哇 掌声响起 希望她们的明天更美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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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惦记你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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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恋 一国恋 可能开始了 你要十三号眼泪都出来了 为什么 我非常喜欢三号 她很可爱 很活泼 我真的很希望她跟一个男人找我 你比她来得早多了 只要她没走呢 是不是 有机会找到自己合适的 跟他一样会快乐 好吧